我爱了八年的人官宣了,官宣的人不是我,这也是我离世的第八年,我的忌日。 他来到我的坟墓前,摆了一束菊花,这是我送给你八周年的礼物,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喜欢得差点跳脚,如果可以跳起来的话。 我爱了八年的人,把我当作踏脚石踩着我上位,亲手把我架在火盆上,多么可悲。 再次醒来,没想到上天开眼了,我没有投胎,再睁眼是二十三岁。 正是我人生巅峰的时刻,也是我和他相恋的第五年。 这次,小白花该我当了,热搜上连续报了三天我的丑态。 匿名人士报出内地小天后抄袭事件起末,疑似假唱。 评论区是黑粉的狂欢,清纯女神人设翻车,不光彩的上位情史,和他身后的十八个大佬。 撒谎经的谎言人生,吹牛时有多爽,打脸就有。 一觉醒来,到处都是我的黑料,谁都能踩我一脚。 我绝望呐喊,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没有抄袭,我也没有假唱,更不会职场霸凌。 他摸着我的脸,我都知道,宝宝,我们休息一段时间,等这个风头过去。 助理在一旁倒头如蒜,似乎为我作证。 我得到了些许心理安慰,我紧紧地搂住了他,只有你们相信我了。 他离开了我,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 他说,我的事业受损了,他要去赚钱养家。 我感动得涕泪淋漓,尽力把身边的资源都推给了他。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也是他再一次把我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在我出事后的第十天,风头渐渐平静。 我松了一口气,直到助理递给我手机,我看到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某经常耍大牌女性男朋友承认抄袭却有此事,并提供原因视频。 怎么会? 我颤抖着手点了进去,里面的人确实是我,话也是我实实在在说出口的。 视频里的我嚣张跋扈,我让你写词作曲,是看得起你,没有你,还有千千万万个人替我写,你算什么东西,还敢和我提条件。 我从来没有这么和他说过话,我在他面前都是吸着嗓子,生怕惊扰到他脆弱的情绪。 我想起来了,是他,他说要是一段戏,求我演里面的恶毒女明星。 这一段戏是说我要求他作词作曲,他伪光正不同意,然后在霸道女明星的胁迫下答应了。 当时正是我与他情农秘义的好时候,区区小事,我什么都没想,直接答应了。 我演戏一向很有灵气,我瞬间入戏。 原来,他还装了监控。 铁证如山,容不得我有任何辩解,排山倒海的舆论向我袭来。 我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 令我欣慰的是,我还有不少死忠粉,他们在我的VB里给我留言,希望我振作,时间会解释一切。 我擦干净了眼泪,一个个给他们回了一个抱抱的表情。 振作!我已经被全网群巢,可谓是重叛亲离,人人喊打,万劫不复。 他呢?只是一个单纯被钱规则的苦情明星,还颇有一身才华。 我看着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面无表情,但是那脸上的表情,就透着一股浓烈的阴郁和嫉恨。 让人看了就心惊,你是天之娇女,生下来就享受万丈光芒,我们这些底层人活该给你提携。 我舔了你八年,我等了这一刻,等了有八年。 这些日子里,我形容哭稿,一天吃六十多颗抑郁症的药,医生说我的病情很严重,有致命趋向。 我的喉咙都烧了起来,感觉一咳嗽就会裂开来,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我似乎犯了一症,助理给我拿来了两颗安眠药,他心疼地看着我姐,你太久,没有闭眼了,吃了这两颗药,好好休息一下。 没想到这一睡,会走得这么痛苦,直接走到了阴曹地府里去。 我是事后,他无限风光,像极了一朵楚楚可怜的白莲花,很会博取同情。 其实,他以前对我也蛮好的,弹幕劝他妥妥恋爱脑大帅哥实锤。 哥哥就是单纯善良,不要再被老妖婆骗了,多长点心眼吧,心疼。 他假惺惺地替我说着表面的好话,成为娱乐圈不拉彩,人品极好的新一代歌星。 真的很行,我都蹚进棺材底了,还要被他拿出来编尸,绝对不放过我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他死也不放过我。 这一切都是他的设计,所有的一切,不然我不会这么倒霉。 小雅,他已经死了,不会再有人阻碍我们了。 在我死后的第二天,他搂着他的青梅说道, 小雅,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咬牙切齿。 难道他不是他所说的远方亲戚吗? 我还记得他一副土包子的模样,原来一切都是蓄谋已久。 我冷笑一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找我替他要资源介绍人脉的那一天。 他站在他的身后,小鸟依人,哭得梨花带雨,好不委屈。 我以灵魂形态,冷眼旁观他的一切,看着这对狗男女如日中天,成为娱乐圈顶流, 获取奖项大满贯,顺利转型,金铜玉女,日子相当肆意。 只不过他的一切,是我费尽心思给他铺垫的后路。 如果没有我,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二十八线的炮灰,这一切都是我给他的。 现在,某我才害我命,死后还编我诗。 他妈的,赶白调老娘。 宝宝,录音结束了吗? 下班不能去接你了,你乖乖的呀,回家以后给我发个消息。 我看着手机里,他发来的信息。 以前我就是被这种言语所打动,觉得他事事贴心,事事如我心意。 我不想回他信息,他在我的朋友列表里,我都觉得把VX凸显相当的喽。 我先给他取消了置顶,助理追了上来。 我壮丝无意地问了一句,他在哪里? 助理似乎没有想到我突然这么问,他眼睛乱动,他应该是在试戏。 试戏,试的什么戏? 他的所有资源都是我给的。 我只是故意问的,我知道他在哪里,无非就是他远方亲戚那,他在给他打掩护。 我心里冷笑,他们把自己当成头号大傻子了,连一个好一点的理由都不给。 自己当时是多么傻缺,连谎言和真话都听不出来。 这也印证了我的猜测,我死后,助理跟了他,还爆料了不少知情大瓜,更加奠定了他的白莲花人设。 是啊,还有谁比女明星身边的助理知道的更多呢? 那两颗药,也他递给我的,是他受益给我吃的黄泉药,让我先给他来一场小风小浪。 他不是觉得装甜狗很难受吗? 那就把那副百般讨好的嘴脸镶嵌在他的脸上。 既然他喜欢这个剧本,那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嚣张跋扈。 我同心出道,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二十年,轮嚣张和心眼,我才是祖宗。 我找他要了他远房亲戚的私人VX。 宝宝,怎么了吗? 他的表情在我眼里被无限放大,他的眉头轻皱,似乎有些作贼心虚。 还是太嫩了吧? 以前的我竟然被这种人一夜账目,真是丢人。 我一边挂上大衣,一边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可怜吗? 父母偏心压榨他什么的,最近有个知名导演联系我,我来给他介绍个工作。 宝宝,你真是太好了。 他说着话靠了上来。 之前我觉得他的眉眼哪哪都很俊秀,而现在,他在我眼里,面容相当扭曲。 我躲避了他的拥抱,他的手放在那里,似乎有些束手无措。 我给他吃了一定强心剂,还不是因为他是你亲戚。 我加重了亲戚两个字,但是他没有感受到我的言外之意。 他已经全神贯注地投入了手机,给他的亲戚发着消息,眉眼带笑。 灼热得有些刺目。 我这才意识到我的恨意到底有多少。 他不会怀疑我知道了一切,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大蠢蛋。 我垂下眼睛,演示眼底的情绪,看到了手机上新的添加好友消息。 是一个粉嫩的小女孩头像。 巧了不是,他是蓝色小男孩的头像。 我点了一个通过,我翻看他的朋友圈,头像。 被我找到了,今天他俩的VX部署一样。 顺着他的微信手机号,我找到了他的微博。 他们果然在暗地里撒狗粮。 他的WB置顶上是三张他的自拍。 文案写着,最近的状态,超级好哦。 图片上,除了他甜甜的脸,他的脸埋入一大树玫瑰中,身后还有一个人影被虚化了,明显比他大一圈,身形和他差不多。 我放大,这个男生的右手中指上有一颗痣,和他一样。 这条微博的发送日期是10月29号,我生日的早上。 这是变相的耀武扬威吗? 真是难为他一大清早,就跑去他情人那安抚他,估计找的也是个烂借口。 啊,我想起来了。 他故意一整个白天都不出现,也一直联系不上,直到晚上才出现,捧着一大束纸做的手工花,美其名曰惊喜。 纸做的花可是给死人准备的。 践踏别人的感情,获得的偏爱可真是浪漫。 我当时还愚蠢地和纸花拍了无数张照片,多么可笑,我是假花,她是真话。 我把WB页面递给她面前。 她有些慌乱,怎么了? 我苦口婆心,她谈恋爱了吧,可要蛮好了哦,不然等她活起来,这可都是黑历史啊。 她忙说事事事,还是宝宝想得周到。 实在有太多暗示自己是傻瓜的东西,但是我之前什么都没有注意到,难道是缺心眼不成? 我在水泥地板上翻了几下趴在里面,溅了一嘴巴的泥,也不是很疼。 恍惚中我被人给扶了起来,我被人搀扶着走着,走了几步才开始感觉浑身都火辣辣的疼。 但是我一点眼泪没有掉,脸上是万念俱灰。 卡! 导演喊了一声,剧组里到处喜气洋洋过了,过了。 淡淡这场戏演得真好,这眼神,到位,导演凑了过来,有没有摔着呀,都擦破皮了。 场户,拿药水来,我们淡淡可不能受伤。 我笑了笑,没事,小伤,问题不大,说得我吃不了苦一样。 相比起上营业,我这确实是小伤。 我说了要给他带入剧组,承诺属实,但是,我是主角,他只是一个炮灰角色,剧里,他是我的小跟班,剧外所有人也是这么默认的。 这是一场爆破戏,当汽车爆炸的时候,我把他往自己身边一拉,在别人面前,我是护着他,其实只是偏移他的方向,让碎片扎入了他的脸。 接着,我听到了他的尖叫,应该很疼。 我望向他的脸,他摸着贴着窗壳贴的脸,一脸落寞,像是犯了义症,痴痴地看着我身后的导演。 炽热的打光板和灯光下,我这才看到了他眼底的野心。 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小伤,脸受伤了,我酒店里有药膏,贼好用,等会儿回去我给你,你孩子的脸可金贵了。 这句话是在片场说的,所有人都在背后夸赞我心思细腻,人好。 难得一见的女明星,我还以为她会耍大牌呢。 新闻果然是骗人的。 我听着他们的话,只是笑了笑。 人都喜欢表面看人,这一点对谁都适用。 下一场,我找导演提出了我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加戏。 一般来说,这是导演圈最讨厌的行为。 但不是给我加,是给上营月加。 我软声软气的撒娇道,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好好的一个小姑娘,跟着我过来,什么福都没有,脸还被扎破了。 我觉得,这里可以改动一下,还能丰富剧情,充沛它和我的人设。 导演思索片刻,连连点头,好好好,想法很好, 我就说,淡淡你有灵气,好端端地,跑去浑啥一乐圈,浪费一个好苗子, 还好你现在不知道怎么想通了。 上辈子也是这样,张叔找我演戏, 我觉得,一个唱歌的不好夸行,歌手和演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于是我把机会给了上营月和安之谦,给他们可是说了不少好话。 这个本子写得非常好,是行业内知名编剧团打磨了三年的剧本, 最后,他们借着这股东风,一炮而红了。 我抿嘴笑了下,是张叔你捧我的场。 哎哟,淡淡你就别谦虚了,张导平日里可说不出什么好话,就算他儿子上场,也被他骂个狗血淋头。 前几天,还有某某影帝被张导给教训得无地自容。 张导摆了白手,去去去,被地理少说闲话,多干点时事。 我冲着周围的工作人员感激地居了宫,当晚还请了整个剧组喝奶茶。 下一场戏,我上去就连续抽了他好几个巴掌,大吼道,为什么不按照流程行动? 真爽,但是我发现他的眼底却没有湿润。 我我,如果都照你一样无组织无纪律,我们行动肯定的失败,马上。 我的话又软了下来行动也没有人命重要,失败了可以下次,你的命没了,可没有第二次机会。 他泪光淋淋,捂着半边脸,一脸感动。 我怀疑上营月脑子有泡泡,有那个受虐症。 对我的日常小事情,他比我助理还要上心,比安之谦还要舔狗。 相当的二十四笑,前妻是端茶还是送水烫米饭,到后来我想打个哈欠,他立马就给我揉肩锤背。 就这么点小甜头,和我计划中准备的相比是九牛一毛,我还什么都没给他呢。 这也太伤道了吧,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欲贴的半眯着眼睛。 上营月真真是利益至上,认清了谁是才是他的一世父母,所以他之前才舔着安之谦。 安之谦就喜欢这样子的,他当了八年的舔狗,也就希望别人舔着他。 接下来的每一段行程,我都带上了上营月。 我知道他喜欢什么,他就像一条狗一样,呼之极来,挥之极去。 我有意地亲近他,将他介绍给我周围的人。 周围的人,因为我也给了他几分颜色。 红气养人,他慢慢地不再扭捏作态,缩头缩脑。 但是主动权,在我的手里,他也知道,这些都是表面的繁华,一旦脱离了那个庇护,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安之谦倒是,有了小脾气。 你最近都忙忙忙,都没心思顾得上我了。 我看他撅着嘴嘟着腮帮子,看他这样我就心里直犯隔应。 这么大个人了,还来争风吃醋。 当初,真是我眼瞎才会喜欢这种傻缺。 我还是哄他,这不是为了咱妹妹吗? 他有点火气了,什么? 嗯,他自知失言,马上给自己找补,妹妹也不能这样啊。 不过是个远房表亲,不能让你的身体累化了呀。 怪会说话的。 我就不往他的套上走,没事,我还蛮喜欢他的。 小商单纯善良,家里条件不好。 他又上进,长得也漂亮,最近也在打磨演技,马上都要我忘了他一眼,让他觉得我在说他。 都要赶超某个女二了。 他开始有危机感了,笑得很牵强。 说点分化关系的话,搞点小动作,是我最拿手的活计。 宝宝,这段时间我和你却少离多的,看不见你我实在心慌慌哎,好难受好难受,要不我和你一起进组吧。 后面他添加了一个大哭的表情。 当天晚上,他就发VX给我,向我讨要我目前在拍戏的一个角色。 我扯了扯嘴角,真是油腻呀。 我自然是满口答应,回了一个表示好的可爱的表情包。 他真是沉不住气,我的目的很容易就达到了,就算他不提我也会想办法让他自己过来。 接下来的日子,一整个精彩绝伦。 安芝签来了剧组,我找张叔给他安排了一个试镜角色。 但但,你给我找的傻人,这个男同志不行,演的都是傻玩意,演技过于流于表面了,眼底里没有一点情绪,找个机器人也不能演这么差吧。 张叔,你就卖我个面子吧,他年纪小,慢慢磨练,总是好的。 张导气急败坏,现在的男同志啊,不上劲也不上心,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演的是啥,你一定要他演那个角色,那我就删戏份了呀。 我勾起嘴角,张导不知道他说的男同志正在隔壁房间听得一清二楚。 给他一次机会吧,之前小尚不也是演技一般,条条不过,现在不是蛮好的吗? 演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好几次一场就过了,您还特意给他加了戏份,马上戏份赶上女三了。 他哪能和这个女同志比,小尚虽然美女那么有天赋演啥像啥,但是他刻苦啊,整晚都在用功。 最后,张导还是被我磨着答应了,不然,这个戏该怎么唱下去? 第一天,我看到安之谦的眼睛都红肿了,我关心地问候了他几句,他也只是淡然一笑,像只半死不活的鸭子。 上营月,这时候进来了淡淡姐,我们开始出发吧,我想问你两场戏,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本子,笑得灿烂。 我还没说什么话呢,助理先心疼安之谦了,小尚,你不要因为你演技比安哥好就特意要舞扬威吧。 我在旁边张大了嘴,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么一句,整个房间都弥漫着尴尬的氛围。 助理说道,现在整个剧组都在传你的演技顶呱呱,安哥在你面前可是拍马不及啊,昨天这个套房里只住了我们四个人,这些话难道不是你传出去的吗? 我在旁边听得有滋有味,好爱这种撕逼现场啊,恨不得让他们打起来,不要光动嘴啊。 我没有我,我上营月都被吓得结巴了,他一直看着我,想和我解释。 我相信他是真的没有,因为这是我传出去的,剧组里一向是流言蜚语多的吓人,只要似是而非的说一句,剩下七嘴八舌全靠这些人精们赏脸了。 看来是最近上营月一直贴着我,助理估计看他也不爽得很。 助理和安之谦也都看着我,他们的目光似乎是想求一个说法。 正义的我清了清嗓子,没有证据的话,不好乱说,昨天的事情明明只有我和张导知道。 小商怎么会知道呢? 最近小商的戏份有点多,肯定是有心人眼红,故意摆弄是非的吧? 没错,是我做的,我大胆承认。 但是他们肯定不会这么认为,我这么一张口,他们只会第一时间排除我的嫌疑。 我发现上营月靠我更近了。 我掺和在他们中间挑拨离间,忙得不亦乐乎。 人就是不能内卷,资源是有限的,他俩似乎忘却了之前的情谊,现在正在比拼谁比谁更舔。 谁舔得好,谁资源就多一点,在剧组也能好过一点。 只是我一句话的功夫,权力的滋味真的很香甜。 这段时间,我真的是犯来张口依来伸手,就连接个电话,都有他们帮忙,放在耳边。 日子对我来说,真是岁月静好。 他们的关系,在我的疏通下,也愈发的不对劲。 我放松地坐在躺椅上,吃着上营月,特意跑到镇上去买的车梨子,旁边摆着安芝签做的中饭。 便当,都是爱心形状的呢,真是足够花里胡哨,肯定用了不少时间。 宝宝,我特意去隔壁镇上借的锅铲给你做的,看到你吃剧组合饭,我就心疼。 我回到啊,你真是有心了,可惜我最近要控制饮食,下一场戏是在三年后,我作为卧底肯定要收好几斤,要不这个饭给妹妹吃吧。 她的笑容僵硬在了脸上,我已经把饭递给了上营月。 上营月说道,我陪淡淡姐一起减肥。 我给了上营月一个笑脸,妹妹真的好暖心哦,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了。 上营月娇羞地低下了头,这些话很上脑。 我注意到了安芝签的眼神,怎么说呢? 如果我是她的死对头的话,我的头皮的一下就麻起来。 人就是这样,要不怎么说距离产生美呢? 一天两天在一块还好,时间长了又有利益冲突,再亲近的人也会翻脸。 更何况他们就是被情绪价值捆绑在一块的。 但对我也有不利的影响,这段日子话说太多,太多的矛盾要调解,整得我嘴唇都薄了。 我也越来越喜怒不形于色。 因为我的情绪会让老他们发慌,而我的面无表情更能够让他们去猜测我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们不知道我是借题发挥呢? 还是上纲上线? 或者是真生气了? 想必我已经重要到,只要我的一丢丢小情绪都会让他们觉得忐忑不安。 真是三朵小白花一场戏啊。 他们其实只是自己在为难自己罢了,而名利战场上真正的大玩家,面目模糊地隐身在硝烟之中。 他们想吸别人的血,也要接受被别人吸血的命运。 但是他们不会知道的是,血也是可以造假的。 张着血盆大口的舆论操控手,自以为是的参与猎物。 我拖着脸,啃了一口西瓜。 真甜。 这是我们进剧组的第五个月,明天就是杀青了。 他们闹得不可开交。 聪明的操盘手此时,不能再介入进去了。 我在娱乐圈这么多年,清楚地明白商及他人的事,要软和地说,哪怕他最有应得,也要留下几分嘴德。 他们已经入局了,只有留白越多,他们才会越陷越深。 况且,介入过多抽身越难。 我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着花开就是了。 他们还没红就这样,红了之后呢,落差感他们该如何自处? 表演是会上瘾的,我已经快分不清戏里和戏外了。 我的首要目标是语言商人,并非剧组演戏。 我对张叔也有了一些愧疚。 他这么看中我,我却如此糟蹋我的灵气。 还好我后面的日子觉醒过来,平心静气地投入到了角色中。 张叔的脸上自然更是喜气洋洋,他连连到好,剧组也是一团和气。 人是会变的,变成自己未曾预知的模样。 我想起了之前我绝望时候给我鼓励的粉丝们。 有一个人连续发了十多天,大焚我都有印象,但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之前没有见过他。 他突然就出现了,我还记得他的VB昵称老母鸡。 当时看到这个昵称我还笑了下,我的小名叫蛋蛋,因为我从小长得就和包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这只有亲近的人和剧组的人才知道。 在濒临崩溃的时候,看到他的昵称我以为是上天给我安排的保护神。 老鹰捉小鸡,老母鸡保护小鸡,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 我是那一只母鸡,而被我护在身后的人,过去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面目模糊。 但是,我还记得他很酷,向来都不记得同学名字。 总是一脸不爽地看着我,同学们,恶作剧的时候,他总会突然出现笨蛋,毛毛虫拌饭,不要吃了。 我整个人都坠入了青春期的回忆里。 直到上营月在我脸前晃了又晃,我才从回忆里抽离出来。 蛋蛋姐,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诶。 上营月的脸藏在微博里,眼睛很亮,很兴奋。 我随口一句甜言蜜语乖乖,心疼以前的牛,现在你火了,以后我们肯定经常国外跑的。 上营月笑语从脸上漫了出来。 真甜啊,可惜安之谦看不到。 我心念一动,便和他合拍了一张,发表在了我的VB上和美女子妹妹出门的一天,贴贴。 下面还特意放了一个定位。 我真是个小机灵鬼,看不到就想办法让他看到,我怕已经想象到安之谦在国内会如何跳脚了。 是的,我带他参加了英格兰的时装秀,但是没有戴上安之谦。 我们拍的戏爆了,各有各的爆发,如果说我是一炮而红口被逆转,瞬间打了之前不看好我演戏的黑子的脸。 上营月是有了路人员,算得上小红,找他拍戏的人逐渐变多。 他在我面前也愈发的乖巧懂事。 而安之谦,他就是被群嘲的那个加戏男三号,路人看到他都要骂他几嘴。 他的心态变得越发的极端,我想,我也忍受够了,马上可以收局了。 不到一个小时,我的WB点赞就有了几十万。 上营月很会来时,他知道我现在的热度如日中天,赶忙在下面蹭了一波流量。 和淡淡宝宝贴贴,好爱你,好爱你。 网络上就是很容易示爱,这一波姐妹情魂榜直接让他的粉丝又涨了十多万。 我也就随他去了,事情就在我的掌控之中,是我让他活起来的,我也能让他尝到什么叫歇斯底里和无力回天。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想,至少得比安之谦晚一些。 死在最爱的人手里,这种滋味安之谦也得品鉴一下,最好是让他回味无穷,永生难忘。 我一直看着WB,我看得很仔细,WB里面还是没有老母鸡秘称的留言。 我放下手机,有些失望。 没事,我这辈子活的时间还有很长,总不能一辈子的碰不到。 我这么给自己打气。 我们出门的时候,外面已经围了一大群记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冲着我来的,我和尚营月被围在了最中心。 他们看到消息的反应倒是快,听说您在和一个小奶狗明星拍拖,是真的吗? 听说您最近接洽国外的戏,要走进好莱坞,此消息是否属实? 有知情人士爆料,有女性大佬在背后给安之谦加戏,请问您是否是他身后的资本。 知情人士? 我只是微笑,什么问题都不回答,我也不想去猜测什么,这次出门我全当散心,顺便陪着尚营月看一场走秀。 尚营月听到这个后,倒是皱起了眉头,看样子似乎不是他泄密的。 尚营月也被采访了好几个问题,他都落落大方地回答了。 采访他的问题都重归重举,不会让他难堪,但是也不会有什么话题度。 等出了包围圈后,还有一群粉丝迎接。 我笑着和他们打招呼,蛋蛋,蛋蛋,看这边,妈妈永远爱你。 蛋蛋,看我看我,一个赛一个用嗓过度。 我有些心疼,我活了一个半辈子,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些年纪不大的孩子,辛辛苦苦地跑到这里来见我,我有些过意不去,自己到底是何德何能。 我轻声和尚营月身后的商务说道,去叫几箱水吧,他们这么叫等会儿,肯定口渴。 等我回头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男人,他续着一把大胡子,身量很高,脸的样子像土匪。 我不禁瞪圆了姓妍,差点就要叫出声。 他似乎也发现,我发现了他,马上他就不叫唤了,隐没在了人群中。 感情你入了强盗帮了,这么一看,打扮得倒是很讲究啊。 你是谁?他一脸戒备。 我轻轻一笑,刚才不是喊得热闹吗? 蛋蛋,老母鸡喜欢你。 你在说什么呀? 眼前的人已经不再是之前那副土匪样貌,他眉眼睛雕细琢,长身玉粒,整个人完美得像是用雕刻笔一笔笔,精心雕刻出的西方雕塑。 他否认,但是视线一直放在我身上。 我从背后掏出了一副面具,是吗?可能是我刚刚看错了,我以为是您掉的呢。 什么吗?下次注意。 他死不承认,但是耳朵通红,脚步也不动。 我们就这么僵持了一分多钟。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姜黎,给你脸了是吧? 我?我打断了他,老母鸡。 你?我反问道,你想问我怎么知道,对吧? 我当然没有实诚的把握,这是炸他的。 但是他这个反应来看,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我当然不确定,他就是老母鸡,也只能按照之前他的脸模糊地揣测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从小学到初中毕业。 后来,他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母亲,去往了国外。 我猜想老母鸡这个昵称,一定是对我的小明有所了解,我看着那个口型,很像是老母鸡的样子,思来想去,也就是他了。 我摸着下巴,嘖嘖嘖,看你追我这个样子,老手啊。 他满脸通红,我才没有。 能不能说点实话? 不能,他立马反应了过来,我一贯老实,从不说假话。 还傲娇? 看我怎么治他。 我刚想开口,再逗弄他一句,上营业,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淡淡姐,你贼牛,高跟鞋还跑得这么快,怎么?他欠你钱啊? 这话一开口,我们俩脸都开始红彤彤了。 我强制和我的资深粉丝互相添加了联系方式,虽然对方目前还不承认是我的资深粉丝,我只当他脸皮薄。 他相遇固知,我都有点舍不得离开英格兰了。 可惜我原定英格兰的行程,只是最后一天了,当晚就要打飞的回国,不是我不想留下来,而是爆红后有利有弊,我的通告排到了明年。 坐在飞机上,哪怕知道安之谦可能在我背后偷偷搞鬼说三道四,也没影响我的好心情。 我掏出了一块刚刚缴获的姻缘牌,正面写着,我一直就在你对面,即使你看不见。 反面有一行手写的字,今天女孩,赴了男孩的约。 字体刚硬,锋芒毕露,和她别扭的性格倒是如出一辙。 和她小的时候,性格也一样。 写得很柔情,倒是有一股反差,萌让我觉得可爱。 看到这一行字,我倒是想起来什么,下了飞机,我就打电话给家里人,让他们给我找出小学和初中时代的同学路。 我要确认一件事,下了飞机后,我看到了安之谦发的短信,回来了吗? 好想你,贴贴。 看得我直毛骨悚然。 我迅速在心里,确认了日程,事不宜迟,这个周就让她从我的身边离开。 我故意爆出消息,让上盈月知道我要成立私人工作室了。 她知道消息后变得很慌。 这就是习惯和依赖的力量,所以,人呐,永远不要让自己习惯和依赖任何人。 助理听到了,一直在我耳边吹耳旁风,带着安哥一起走呗。 刚好淡淡节以后,要签一人。 我表现得有些犹豫。 我只能带同公司的一人走,我本来想这是小尚的。 你说,我要是不带小尚他,会不会难过啊? 我说这段话的时候,假装不知道身后有一个清洁工的存在。 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公司,上盈月此时已经算是公司的小红人了,但是他前面的前辈太多,如果没有我的提鞋,他很快就会被打压下去。 这一点,我俩都心知肚明。 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上盈月商务给我发来的消息,他动手了。 我删除了这条信息,全当做不知道。 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已经帮我把同学路找了出来。 你呀,做事情疯疯火火的,想到什么就要干什么,一刻都不能等,一说要同学路,你爸爸给你翻遍了书房和杂物间。 我吐了吐舌头,哎呀,我习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吗? 谁让你们这么浇惯我? 你们的错,你们的负责。 妈妈笑道,好好好,我们负责,宠溺你一辈子。 爸爸点了点我的额头,就是太浇惯你了,搞得你这么单纯。 他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对安之谦不满。 他和张叔关系很好,我俩算得上是世家。 保不准他听到了一些什么有关于安之谦的不好传言,毕竟安之谦要成绩,没有成绩,要本事没有本事,他担心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有分寸的,我看你是没有的,玉成大树,墨鱼草征。 将军有剑,不斩苍蝇,我交给你的从来记不住,一定要吃亏才长记性。 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我的眼睛开始有点红。 我上辈子觉得父母对我好是天经地义,但是我又不喜欢他们对我管东管西,经常很任性地和他们唱反调。 哎呀,你别说了,乖女儿眼睛都被你说红了。 真是稀奇哦,金刚女儿掉泪珠珠了,怎么回事,爸爸刚才的语气确实太重了,乖女儿,不要生气。 我扯出了一个笑容,我打算和她分手了。 不要因为爸爸的话生闷气,家里再养一个也养得起,不就是。 我说道,不就是一个凤凰男吗? 我乔家的女儿说放下就放下。 我的这一辈子从睁眼开始变斗智昂扬地涉及他人,物理上说力的作用是相反的。 其实我自己也被伤害到了,我把自己长久地封闭在了乌烟瘴气的深坑里,这也不是唯一种反噬。 再这么下去,我变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人。 我及时怀揣着很多的爱,这些爱都在岁月里被无声沉淀,只有心揉下来,才能体会到这缠绵不绝的爱和烦。 我翻开了同学路,找了很久,才找到了我想看到的自己。 他的语气很欠,必须得来英格兰看我。 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画鸭手艺,看上去是强迫案的。 我先是捂着嘴笑了,后来觉得有些心疼。 他的应援牌写的那句话,今天女孩赴了男孩的约,这算不算是一种自我欺骗,骗他自己,我是因为他来到了他的城市。 他一直都记得小时候的承诺,记了那么久。 真是个笨蛋,白长了一脸聪明像,也白长了一张嘴。 我看得过于认真,以至于妈妈,在我身后,我也没有发觉。 小黎啊,我测过脸妈,你还记得她啊? 肯定记得呀,她还经常来看我们呢,这可是个好男生。 工作也好,是某桥的博士呢,海归啊,家里下水道堵塞啊,洗衣机冰箱电脑坏了,都是她给我们修好的。 我大脑当机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不是一直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和我说? 她是个孝顺的孩子,一直回来看她爸。 她让我不要和你说,说是你给她的承诺没有完成。 这么好的孩子,你欠她什么了? 我一脸黑线。 嗯,欠给她一个大逼豆。 我的头,立刻受到了重创,干嘛老是随便乱打人了? 你打她,我先打你,天天欺负老是芭蕉的孩子。 我撅起嘴,真是偏心到眉边了。 我有意的没有插手,上营月和安之谦的斗争。 玉成大树,墨于草征。 将军有剑,不斩苍蝇。 爸爸告诉我的这个道理很对,他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远大于他们可能带来的正向价值,在后面做一只黄雀也挺行的。 他们俩现在就是相看太多,才会两两生宴。 建立在物质上的爱情,到最后利益,发生了冲突,也会起内讧。 安之谦买了很多黑上营月的黑稿。 和他上辈子的手段倒是如出一辙,通告都是震惊。 撒谎精的谎言人生,你不知道的事情。 清纯女神人设翻车,不光彩的上位情史,和他身后的十八个大佬。 多么眼熟啊。 只是方法用到了上营月的身上。 上营月的做法倒是正大光明许多,他没有回应,只是用更好的作品打黑粉们的脸。 这么一炒作,上营月的热度更高了。 这一波还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上营月隔三差五的挂在热搜上。 夜里,我在家里,啃着妈妈亲手给我炸的鸡腿,手机响了,是上营月发的信息,淡淡姐,今晚有空吗?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 我和他约在了一个私人咖啡店,顺便还给他带了几块我吃剩下的炸鸡。 我不想再费尽心思去猜他想和我说什么,无非就是想在背后吹吹安之谦的耳边风吧。 我觉得有些厌烦,淡淡姐,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她说着,眼圈有些红,声音也有些哽咽。 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这演技已经出类拔萃了呀,都不忍心毁掉她了。 鸡腿多的是,喜欢吃我改天叫我妈多炸点。 我从小就没有爸妈。 嗯嗯嗯嗯嗯,要卖惨了,是知谦哥哥的爸爸妈妈收养了我,他们把我当作他的童养席。 嗯,这说辞有些出入啊。 我一直想和你坦白,淡淡姐你越对我好让我越觉得自己不是人。 其实我和安之谦一直瞒着你,我很想找你坦白,但是我怕你伤心。 安之谦他不是个好人,淡淡姐你和他分手吧,他想要把你手上的资源都要走,然后毁掉你,他很恨你。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我有些看不懂他了。 上营月低着头,眼睛都不敢看我。 也是他抱得了,他找人说你和他是男女朋友关系,这样你们才会捆绑在一块。 这些我都知道。 他肯定还会觉得好奇,为什么消息没有泄露出去,因为他周围的所有渠道都是我的人。 我的语气竟然出乎意料地平和还有吗? 想来,我已经放下了我心中的仇恨,也放过了自己的情绪。 他却马上就要天塌地线,我不知道我说的话你信不信,但是我有罪,我会保护和补偿给你的。 淡淡姐,只有你真心对我好,你需要知道真相。 他说完转身离开了咖啡店,直接出乎我的意料。 后来,我想要追赶他,但等我出门他,已经消失不见了人影。 后来,他的消息也一直不回。 我联系了他的商务,商务也说联系不上。 我再一次明白,什么叫五味杂陈。 我也理解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强大。 强大不是说你有多强的实力与世界去抗衡, 而是你允许这个世界存在那些愚笨、不堪和虚伪,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允许自己学会、接受和释然。 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我原谅你,不要做傻事。 他一直没有回复。 不久后,我就收到了某圈内知名人士的内幕消息。 我当时正在钓鱼。 消息上面写着,有人要泄密二线男兴安之千出轨。 那篇文字,我看了都想给里面可怜被骗的女主嚼上俩大鸡腿。 全篇下来,女主角在里面就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小白花, 路过的野狗看了都会觉得可怜,还会把自己叼着的骨头送给他的程度。 没想到我在上营月心中是这种形象,真真是我剑如帘啊。 我回了一句,稿子好,不要发,让他联系我,告诉他,这些不是什么不能重来的大事, 不要和自己的事业过不去。 我又打开了上营月的聊天矿,对待坏人最好的反击,不是以卵基石, 而是过好自己的日子,让他羡慕极度恨。 记得早点回到我身边,你说过要保护我的。 我关掉手机,鱼来了。 鱼还有点高大,比我高了半个头。 我打招呼,好巧啊,我们超有缘分哎。 江丽冷冷酷酷的,把手插入牛仔裤口袋,不是乔阿姨说, 你家有什么坏了吗?什么东西? 他侧过脸,不敢正视看我的视线。 我轻描淡写道哦,家里的海龟,他的嘴巴生病了。 嗯,嗯,他沉默了好一阵,一定要这么老土吗? 我有些气急败坏,你的嘴怎么还是这么坏? 我都主动了八十步了,给他留下一个二十。 既然你都这么求我了,那我大发慈悲,答应你。 我求你什么了?我会治好他的。 哦,二十是吧,我喜欢你,乔淡淡。 妈的,告白都这么嘴欠。 喂,我不叫乔淡淡,我叫做乔男子。 乔淡淡也是乔男子,不都是你了? 救命,这样还要傲娇。 我喜欢。 关!